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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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对生长环境的挑剔 南华县十二个乡镇里 仅在五顶山和马基两个乡镇 发现了松露 在五顶山乡林业站 我们找到了站长王建潮 他管理的山林是南华县松露的主产区之一 在十八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 人们认为只有发情的母猪才能找到松露的藏身之地 所以训练它们充当松露猎手 直到今天 人们依然延续这个传统 依靠猪的嗅觉找到松露 松露要到中秋节之后才能成熟 现在还见不到采挖松露的骏农 偶尔见到一两位村民在林中放猪放羊 你看这里有一家就是放猪的 那是不是说这儿就有可能是有快菌的 有可能有快菌的 那我们下去看看 快菌是植物学上对地下生真菌的统称 由于放养的家猪是靠嗅觉找到松露 拱出来吃掉 一族村民又叫它猪拱骏 今天早晨你有看到这个猪拱出那个松露来吗 不经厌 其实看不出我自己了 说你拱着拱着就吃了 您是说这个猪拱着拱着 它自己就拱在嘴里吃了 拱在嘴里吃了 松露有一种特殊的气味 猪对这种味道非常敏感 这些珍贵的野生菌 在当地人采挖之前 多半成了它们的美式 几百年前 欧洲训练猪搜寻松露 养猪人又紧紧跟在猪的后面 在松露被猪吃掉之前 想先一步挖住地下的训工 你有没有就是在放猪的时候 就是在猪的嘴下抢到过这个松露 不也 从来没有过 那你有抢不着 这猪拱到之后立马就翻到自己嘴里 我看它拱的这个速度也很快 是吗 那这个猪有没有在它拱的这个区域 就是您挖到过松露 我没有挖到过 那谁挖到过 我们家昨天说我家男人挖到过 阿姨说什么 他说他男人挖到过是吗 对他家男人挖到过就是丈夫了 他家丈夫挖到过 挖到多少 一年就是两到三公斤 那个就是他这个不是专业的挖 这不是专业的挖 就是有空了到山上放粥 放羊 那挖一天天那挖到的 那阿姨刚才说这个 这个就是 她的老公就是找到这个快讯 是不是也是在猪的 放猪的这个区域 然后挖到的 是 就是放猪的地方 去把猪看来挖到的 罗文英的丈夫 每年挖松露的收入 也就一两千块钱 而南华县五顶山乡 有的村民掌握了搜寻松露的技能 每年的收入达到一万多元 松露生长在地下 浅的十几厘米 深的能达半米 嗅觉灵敏的母猪 能够闻出三四十厘米以下的松露气味 不过要想拱出吃掉就有些难度了 每当看到猪群在地上反复拱土 十有八九是闻到了松露的香气 村民们跟着放山的家猪寻找松露 都会有不错的收场 我看猪刚才是在这个区域一直在拱 你看猪现在集中拱的区域 我们看一下就在这儿 但是从这个表面上来看 肯定就是十公分以内的地方 肯定是没有了 就我们只能是往十公分以下的地方挖 嗯 挖挖看 您好 我们刚才在这个猪 赶了往那边走一点 这个猪还是不走 还是在这个区域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有可能有的 照您的经验来说 您说在哪个区域 应该是有可能会再找到这个松露 这个猪拱的一个区域 一大片都有可能 像这个样嘛 猪拱的这些地方 从这儿 这个地方是吗 来 我们在这儿挖吧 倩拱的 有的是神 有的人请 这是吗 不是 是个石头 这 这 这个 是 这个是吗 您的眼睛结 这 这个多数都是云的 看来就看得出来 哦 还真是 你看到从这儿挖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它和泥的这个颜色 基本上混在一起 我们真是看不出来 但是把这个外面 这个表皮这样包一下 露出这个白色的 就是 闻这个味道就是 每年的七八月份 是松露的成长期 松露香气还不浓郁 生长得稍微深一点的松露 猪就闻不到了 而过了中秋节后 屋顶山巷的松露开始成熟 那时山上就有了 牵着自家猪 寻找松露的村民 两个多月的采挖期 玄乡可以收获八九吨松露 这些松露经过清洗筛选 出现在昆明 上海 北京 以及巴黎 伦敦的餐桌上 早期的欧洲人呢 都是牵着母猪到林中 去寻找松露 不过呢 他们对于母猪啊 是又爱又恨 因为当母猪闻到松露的气味的时候呢 就会发狂的将土里的松露拱出 这个时候 人们如果没有及时把松露抢走 那么那些价值不菲的松露 就会被母猪一口吃掉 后来呢 他们又尝试着训练狗来寻找松露 很快 嗅觉灵敏的猎犬就取代了母猪的地位 因为经过训练的狗不仅能够找到埋藏在土里的松露 还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主人 几年前呢 云南省林业科学院也开始了松露犬的训练 在南华县就有这么一条经过训练的松露犬 你看 就是它 它叫点点 今年四岁了 三年前 这条石兵格犬成为云南省林业科学院培育的松露犬 石兵格犬是原产于英国的古老猎犬 对人温顺 便于饲养 石兵格犬有良好的嗅觉 在基毒 搜报和海关检疫方面表现出色 经过训练的石兵格 是人们寻找松露的出色帮手 点点 寄养在南华县林业局自证权工程师家 与他九岁的儿子冬冬 成了好朋友 不过除了让他与儿子玩耍 自证权每天都要抽出时间训练点点 其中就有对松露气味的培养 开始的时间 因为就是把松露拿我们给他奔 给他对着味道的和松露的就是味道的 产生一些感觉 因为慢慢的就是一般松露的 城市的松露的买在客厅 开始买的轻点 让他去奔 这一分钟他就相当兴奔 他就去跑 四岁的点点相当于人类二十岁左右 他活泼好动 最喜爱的玩具是一个橡胶球 一有机会就追着皮球跑来跑去 自证权训练他时 每当点点做出正确的动作 除了奖励一些食物 就是奖励他与这个玩具球玩耍 为了让我们见识点点的本事 自证权带着我们来到五顶山乡的一处山林 八月是郡蕾生长的旺季 松露开始形成金块 但还不到采挖的季节 这个时候的气味还不浓烈 点点能够找到没有成熟的松露吗 在一处平坦的空地上 自证权解开了点点身上的狗链 这个区域开始有了是吗 我可是按照这个北达 这处山的颜色应该是什么的 您原来来过这个附近吗 没有 没有 就凭经验看到就这个环境差不多有是吗 这个环境应该是医生的 没没没没没没 好 小心 这儿 一声令下 点点飞速跑进林中 在草丛中东闻闻西秀秀 不时还用爪子抓挠地面 古代的欧洲人认为 松露只生长在松树林中 是松枝和陈露的结晶 所以叫它松露 今天的人们对松露的研究也刚刚开始 这种快壮的菌类依然显得神秘 由于产量不高 国际市场上黑松露在每公斤 一千五百欧元左右 也就是约为一万一千九百元人民币 而更为稀少的白松露价格更高 十多年前 人们在南华县的屋顶山乡和马街镇的杂树林中 发现了这种珍贵的野生快菌 松露是一种需要与特定树木共生的外生根菌 它的生长条件非常苛刻 光照强度 土壤湿度 环境温度稍有变化 它就会停止繁殖 甚至完全消失 就是像这样的树是不是 这样的树会有吗 像这样的树 您说的是以这样的树画一个云 大约是多长 两米 您说的是直径是不是 我明白了 就是自先生跟我说的是就是以这个树为终点 然后我们现在画一个圈就是半径大约是在一米 突然大家都停止了讲话 目光转向点点 只见点点两只前爪兴奋地跑土 自政权几次才把它拉开 这有吗 我往前 你还是我往前 你还不想走 还不想走 您跟我说的就是大约就是往下二十公分处 它是能绣得出来的 嗯 把成熟的快菌它都能给满得出来 是成熟的菌才能散发出味道吗 成熟那么味道更浓烈嘛 不成熟不能太 味道更浓烈 味道更浓烈 它是熏灵石油机用成熟的快菌可以熏灵 哦 真有了 哦 真有啊 这松露的味道我觉得离这么远 怎么能绣得出来呢 自政权把刚挖开的菌坑填上 南华县的菌农都有这个习惯 这样能减少对菌堂的干扰 第二年松露还能在这里重新生长 快去 让你修一下 快去 自己找 点点不太费力就找到了第一颗松露 这让我们十分兴奋 点点 文文赶快再去其他地方找 我们跟着你走 快去 其他地方找找去 文顺的点点立刻听从命令 在周围的草地上边跑边闻 不过这次点点犯了个错误 跑了一圈之后 它又回到了原地 你看刚才我们转了一圈啊 其实这个松露就是刚才在这发现这个 这个点点也是就是会对这个土壤中的这个松露 留下来的这个余味还是很有感觉的 所以点点转了一圈之后还是专门跑这儿 你看还在跑 它以为这个地方还有松露 其实已经没了 没了点点 这个已经跑出来了 还是有那个味道啊 还是挺重的 说明它对这个土壤当中的这个松露的味道特别的敏感 那鼻子上全是土 快去 去其他地方找松露了 走了 它不甘心还是怎么吧 走了 快去 快去 2013年的彩蛙季节 点点每天能找到二三十颗松露 跟训练过的家猪相比 虽然数量稍微少了一点 但它不会拱出吃掉 所以没有损耗 云南省农科学院正在乡村中推行 滋养松露猎犬 以取代经常吃掉松露的家猪 为了寻找松露几百年来呢 人们训练家猪训练猎犬 甚至还有人尝试着训练苍蝇 这都是利用动物自身的本能 但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有一种过人的本事 能够不依赖动物找到松露 有人认为他们有常人无法理解的特殊本领 在云南省南华县的五顶山乡 就有这么一位森林管护员 他呢能够置身在森林里 找出松露的藏身之处 听到五顶山乡 还有这么一位特殊人物 我们立即请自政权联系到他 李城虎年纪不大 在森林管护员的岗位上 已不过十多年的时间 但是他却有一种独特的本事 不依靠家猪和猎犬就能采挖到松露 李城虎常年在山上护林 每到松露的成熟季节 经常看到附近的村民 带着家猪猎狗上山采挖 他就注意观察动物的举动 慢慢积累了经验 如今他凭着感觉就能找到松露 松露寄生在特定树木的根系 树根受真菌感染 形成窝状的感染区域 称为菌塘 松露就生长在这个菌塘里 采挖松露时 李城虎首先找到菌塘的位置 这个有快菌的自翻 到快菌到九月份成熟 成熟了以后它就会 上面覆盖的杂草 它会枯緩 然后就更容易找到快菌 您说如果上面长草的地方 其实这下面是肯定没有快菌的 是因为就是快菌生长的这个地方 它是吸收营养 吸收了这个杂草的营养 它就是这个杂草的位自然枯环 它就是上面的杂草就会死了 意思就是说这儿有草 这个地方我们基本上就不用挖了 基本上就不用挖了 那是不是我看您刨了这么一块 那就是这儿没有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附近应该就没有了 应该就没有了 在一处杂草稀少的地方 里城湖停住了脚步 我在这儿看到大大小小的 有这种窝 这种窝是猪拱出来的吗 不是 这是牛气子 青松 还有这个水冬瓜 水冬瓜 飞机草 还有这些已经腐烂的杂草 所以您认为这个区域是有可能有的 有可能有的 里城湖用的是三尺铁爬 他说挖松露必须使用这种工具 这样挖出的松露破损率小 还不会破坏土壤中的菌丝 第二年 菌塘里还会长出松露 这是我刚才先看到的 刚才李师傅在挖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儿有一个小疙瘩 然后滚了一下 是巧克力颜色的 这个还可以啊 还未成熟的 那是不是说如果这个地方有这一个的话 那这个区域还能有呢 李城湖不紧不慢地回答着我们的问题 手中的铁爬一刻也没有停歇 这是带着我们寻找松露开挖的第三个地点 恰恰在这里发现了深藏在地下的神秘松露 李城湖知道在一个菌塘里 还有可能发现第二棵 第三棵 那个是吗 是的 哎呀 您真是好严厉 你看 它有点像土上的银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啊 就是特别像那种 就是怪不得叫黑松露 我们都知道欧洲有一种巧克力也是叫松露 据说啊 那个松露巧克力 是因为就是和这个黑松露的颜色很像 所以在取名叫这个松露的 看一下我们今天能不能有好运气 挖到这个第三个啊 那个是吗 这个这么大 天呐 今天我们的运气真的是好 太好了 这个是吗 这个颜色挺深的 不是的 这是土的 哦 哦 但这个就表层这个土的颜色和这个就挺像的 这个是不是 这是吗 哎呀不是不是 因为现在我们是一直都想挖这个松露啊 所以我我我们三个人在看到只要是成疙瘩状的 然后这种深颜色的这种都认为会是松露 十几年前 屋顶山巷的村民在山上修住蓄水池 无意中挖出了许多像土豆一样的东西 当时并没有人在意 由着放山的家猪吃掉 其中一位村民捡回了几个 拿给县里收购野生菌的人看 才知道这是珍贵的松露 从此这个乡的村民又多了一种增加收入的山珍 离城虎寻找松露除了独具慧眼外 他还有良好的记忆 从前挖出过松露的军堂 他都记得 第二年还能在几万亩山林中轻松找到 每年采集松露的收入就有一万多元 一个小时左右离城虎凭借他的经验 挖到了五颗松露 那这样的松露现在就如果价格上能卖多少钱 这个就在三百块 三百块一公斤左右 南华县长南有一座野生菌交易市场 到了松露成熟季节 每天都有上千公斤的松露在这里交易 南华县人从前并不吃松露 现在知道了松露的营养价值以后 也开始食用这种闻起来怪怪的野生迅速 松露的吃法呢 主要就是洗干净 也给你切平凉拌 切成平炒上的辣火腿 味道相当好 第三个吃法呢 就是洗干净 也给我们冬季吃 就是大补的 大补这个是自行转养了 好东西啊 这种欧洲人视为极品的食材 在云南省南华县的乡村里 不过是一种可以食用的山野蘑菇 但是一些南华人从中看到了商机 几年前纷纷建计工厂 除了将松露冷冻保鲜以外 派生产松露的身家工产品 让这种珍贵的野生运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现在啊 要想吃到这珍贵的松露 其实也并不困难 云南省南华县的大小餐馆都有这种食材 就是您走进乡村人家 也能喝到松露泡的小灶酒 吃上松露炖的土鸡肉 过去欧洲皇室里的真凶美味呢 现在也已经成了千家万户的寻常菜肴 而且为了保护野生资源 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 都在对松露的人工栽培进行试验 2012年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首次在培育了八年的人工林里 依靠松露犬找到了两颗松露 科学家们也相信 在不远的将来 可以让更多的人吃到松露 而且家猪和猎狗也不用再那么辛苦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这是非常稀有的海蛇呢 只有从刚捕捞的鲜海蛇中才能获取 没有办法来 那行动它 怎么好奇 甜味的红薯面条 与咸味的海鲜汤 碰撞出奇妙的味道 这是用200多斤面粉捏出来的龙形花波波 这是用海鲜染色做成的黑饺子 明天同一时间 敬请收看 做遍中国 海外面食 余嘉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